我們要去東區,剛剛拍完廣告 我們要去東區,剛剛拍完廣告 你要怎麼去啊? 我要來挑戰一下,坐公車 你公車跑了耶 我公車跑了 公車跑了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坐公車 我現在有悠遊卡了 我等一下去找公車,不知道是上哪一班車 它這樣有經過為什麼不停呢? 因為那邊沒有,它這樣排在前面 你看 那我們是錯過了嗎? 沒關係,它很快啊 那你等一下記得攔車喔 沒有攔車不會停啦 沒有攔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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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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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公車怎樣? 我去哪 去哪 去哪 其實公車蠻方便的 什麼時候啊? 現在 現在 在上面上面 在下面可以 我們坐公車來拍拍 我們直接直接上去看一下 你們沒有鑰匙 密碼 我也收密碼 終於下車了 終於下車了 來到台灣後 這是我第一次搭公車 我學會了查找站牌 了解公車到站的資訊 發現 原來只需要15元 就可以到心裡想去的地方 齁 跟自己開車的感受完全不一樣 真的是非常新奇 又有趣 在搖搖晃晃晃的車程中 握著車廂裡的吊喊 聽著朋友的解說 看著車窗外 熙熙攘攘的車子 與人群 明明是平常開車會經過的巷弄 還有街道 此刻 卻有著熟悉 卻又陌生的感覺 一站一站的經過 看著乘客們上車 下車 我也終於到達了目的地 感謝辛苦的公車駕駛 日复一日 載著乘客們 穿梭在這座城市 朋友問我 喜歡這次公車的出體驗嗎 我的答案 是肯定的 享受著 在那搖晃的車程中 稀稀觀察公車上 人與人插進而過的瞬間 隨著公車行進的路線 欣賞著窗外起伏的高樓 這次出體驗 讓我又重新愛上了台北 忙碌的生活中 偶爾搭上公車 戴上耳機 聽著音樂 你一定會發現 屬於自己的正式面貌 我是Melvin 謝家姐